捐錢禁毒 富豪妻而吸毒死 無論隔多久 紙包飲品的包裝一樣無變 不過幾十年前設計這個包裝的利諾集團 他們的後人就由飲品亡國 變成毒品家庭 第三代後人盧昇的妻子伊娃 就懷疑濫藥在家暴斃 盧昇星星期一 在倫敦南部駕車橫衝直撞 警方截停他還手足毒品 之後去他貝爾隔雷偉雅的豪宅再手 就發現他太太陳詩在房間 初步懷疑他是吸毒死的 和姐姐社會繼承集團648億港元財產的盧昇 一直由手好閒 80年代是一間駕毒所 認識爸爸是百事可樂高層的伊娃 兩個人臭味傷頭 一拍即合 其實他們已經有四個子女 還有捐錢給駕律組織 不過自己就撿一撲人 最後踏上不歸路 在早前其實已經有人見到伊娃 而劉鑲亦因為捐毒被捕 直至前晚才放他走 接受醫學觀察 出發 人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